接下來的4月15日是第六次的全民《國家安全教育日》 也是香港在有了《國安法》之後 第一個全民《國家安全教育日》 所以這次特區政府是非常重視 有關《國家安全日》的宣傳推廣和活動工作 過往幾年在香港4月15日都有些事情發生 都有一個座談會 但都不是由特區政府主導去籌備的 但這次全部是由特區政府 由我擔任主席的《國家安全委員會》 來推動《國家安全教育日》 因為在《國安法》裡面 其實所有的香港市民、所有機構 都有責任來維護《國家安全》 而在《國安法》的第十條 就是具體指明我們要增強市民對於國家安全的意識 無論是透過政府的機關、學校、大學、社會團體、傳媒和社交媒體 所以這次大家會看到 既有國家安全的專用網頁 亦都在社會上有大量的宣傳 亦都在學校裡面有一些活動 在公務員裡面有一些座談會 在後日我們會有一個重要的主題的座談會 今年的主題當然是《國家安全護我家園》 在《國家安全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